能够逼让NBA联盟改规则的第一位球员 他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劲 这么伟大的球员 为什么会是非选秀球员 他的NBA生涯为什么这么短 只有7年就夺5个总冠军 他还是大鲨于奥尼尔的恩师 作为NBA历史上第一位超级巨星球员 他的一生有过无数的辉煌 也遭遇了很多痛苦 这一位篮球老前辈的大名叫乔治·麦肯 1924年生人 从1946年开始打职业联赛 在芝加哥齿轮队打球 直到1949年 NBA将BLA和NBL都合并了 乔治·麦肯在胡人队打球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他的NBA生涯 7个赛季 其实算上之前的几个赛季 乔治·麦肯打职业生涯并不算长 但是在NBA的联盟得到的荣誉是最大的 也是NBA联盟的第一位传奇超级巨星 在1948到49赛季 乔治·麦肯的第一个NBA赛季 首秀贡献40分20篮板的大号两双 一个赛季场均28.3分16篮板3.6助攻的数据 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数据 乔治·麦肯得到了得分王 最佳一阵的荣誉 带领胡人队进入季后赛季后赛场均30.3分18.2篮板2.1助攻的数据 带领胡人队夺冠 职业生涯正式开始他的统治时代 之后乔治·麦肯继续巅峰数据 连续七个赛季都带领球队打进季后赛 五次夺冠 一个两连冠 一个三连冠 这样的成就让他成为当时NBA的公认的第一人 时至今日 人们还记得他的第一位传奇超级巨星的头衔 只可惜1955年退役的乔治·麦肯 想要付出搭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胡人队 但是水平严重下降的乔治·麦肯不复当年之勇 季后赛没有突围成功 自知水平下降的乔治·麦肯也就此风山退役 除了五个总冠军 乔治·麦肯的NBA生涯还有很多荣誉记录 第一个带队未免总冠军的超序 第一个逼让NBA修改规则的男人 乔治·麦肯的无敌让NBA联盟出台或修改了 限制干扰球规则 三秒区从6英尺扩大到12英尺 罚球线扩远 三秒维力重新设定等规则 来限制乔治·麦肯的进攻 这一位内线超级无解的男人 七年五冠 三则分亡 NVP随便拿的男人 二是NBA联盟 乔治·麦肯是一名高度近视的球员 打球的时候一般不戴眼镜 退役之后的乔治·麦肯 陆续将一些奖杯和纪念品拍卖或者点断掉 用来扶持老队友的生活 老年的乔治·麦肯又遭遇糖尿病和肾衰竭等病痛 平时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每月一千多美金的退休金 2005年 不堪疾病腐蚀的乔治·麦肯终于去世了 病痛的砖磨让他瘫痪已久 逝去也是一种解脱 乔治·麦肯的丧葬费是胡人队的大中风奥尼尔富的 他和乔治·麦肯有过一段失徒情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